大家好,我是WinforUp的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希望看完之後給個讚,以及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一年一度的Watches and Wonder剛剛完成了,因為疫情的關係就改了到Online那裏 一年七天有百多個Section 看完之後我得到了一個很強的訊息,就是幾乎所有品牌今年都非常注重環保 無論在產品上,或者是他們的贊助活動方面,他們都希望為地球多出一分力 舉個例子,例如卡地亞,他們推出了一個可以運行16年而不需要換電的一個石英機芯 甚至是會用蘋果的residule來做一些循環再造的標帶 Panerai就已經是支持了這個探險家Mike Hahn環繞地球去監察這個地球暖化的情況 保齊來卡爾布卡拉,他們就為了魔鬼魚他們的居住環境可以得到改善 都是贊助了這個魔鬼魚基金的很多活動 而在設計方面呢 我覺得今年有兩個特色 第一就是 小一點的標學直徑好像慢慢就回來了 越來越多人就會留意40個毫米以下的size的標學 舉個例子,例如IWC,他們的Big Pilot以往都是46-47那麼大的尺寸 今年都推出了43毫米直徑的Big Pilot Panerai從前都做了很多很大的標學 現在慢慢都是提供40個毫米以下的款式給大家選擇 另外一個潮流我覺得很特別 今年很流行綠色 我在各大品牌裡面找到有16隻有綠色Ellenman的款標 我在這裡幫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隻呢 就是Anon & Sun Ultrafin 2 Beyond Dragon and Phoenix 很明顯這隻標都應該是做給亞洲市場的 因為有龍鳳的雕刻 錶面是用一種綠寶石的物料去製作的 1分鐘的陀飛輪在6點鐘那裡 限量5隻而已 定價是85萬港幣 第二款 卡地亞的TANK 而這隻碗錶我來看看是非常簡約的 全綠色的錶面 只有時針和分針 不過是非常時尚的感覺 配上一個綠色的鱷魚皮的錶帶 雖然未有定價 不過估計大概是2萬港幣 它是配上一個射音機芯的 第三款是Chrome Switch的 OpenGlear Reset Pareba 這款錶我們比較少說這個品牌 它是一個叫做regulator 錶面的設計 三針一線 它本身特別的地方就是中間的綠色的部分 它是一種巴西特產的叫Pareba 一種補石 再加上是用人手控制的 玫瑰機器 Rose Machine 雕刻出來的紋理 在不同的光線下 就會呈現不同的顏色 限量50隻而已 定價是8萬3千元 第四款 HMOSA & CLUE的 Prineers Centisecond Mecacool 這款錶的Dial叫Firm Dial 漸變的綠色 另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這款錶的時錶和指針 是用一種Gobolite的物料去製造的 Gobolite是一種陶瓷的物料 裡面加了Superlumanova 所以它的夜光是比較立體 也挺漂亮的 第五隻 IWC的Pilot's Chronograph Pilot's Chronograph 很多朋友都認識 挺出名的這款錶 這次重新設計了錶殼 錶帶都是全新的 這個鋼的錶帶 中間製造了拋光 而旁邊就是拉絲 第六款 Cheshire Lagou的Reversal Tribute to Small Second 為小秒針致敬 今年是這個 直加的Reversal 90歲生日 今次這個 放射紋的綠色 Lekra 錶面 原來是為了向這個 直加的家鄉 Velida Chou 地方的一個森林 裡面的綠色 綠色是比較靠近大自然 定價是港幣6萬8千元 第七款就是 Mon Blanc 1858 Sprits Second 碗錶最大的 特別的地方 就是用了一種新的 由Mon Blanc 去研發的 材質 Lime Gold 這個 青檸金 是18K金 有75% 是黃金 23.8% 是銀 1.2% 是鋼 顏色的 是非常 復古懷舊 一個Vintage Vintage 錶盤上用了很多綠色的 時錶 還有指針 限量是18隻 定價是港幣47萬 第八隻 ORUS Diver 65 Cotton Candy 我自己就很喜歡 因為Cotton Candy 據ORUS說 他們製作這款 目的 是為了令人開心 眼看下去 顏色 真的令人開心 因為很清新 這種綠色 它本身是銅的 標學 直徑是38毫米 也挺忠誠 男女也對 定價是港幣18,000到22,000左右 第九隻 Panerai Luminar Marine E Steel 編號是356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E Steel 這種鋼材是一種 回收重鑄 就是recycle的鋼材 根據Panerai說 這種鋼材 跟新的鋼材一樣強壯 第十隻 Patek Phillip Nocturus 5711 A014 這隻可以說是今次 Watches and Wonder 其中一個最注目的明星 因為Patek Phillip 在年初已經公佈了 5711鋼的版 在2021年之後 就會停產 所以今年就出了 這隻 Olive Green 橄欖綠色 標面的 5711鋼的 模特 作為最後 一批鋼 5711 大家可以看到 它那個olive的綠色真是很美 加上橫紋 它的Polishing 也做得非常出色 第十一款 白鳥的Alteprino Ultimate Concept Triple 2 Lacoque Oxfies Lacoque Oxfies 這個地方 就是白鳥的家鄉 他們在那裏 有一個廠房 大部份他們的機身都在研發 包括這隻 Ultimate Concept 這個碗錶是用了綠色的element 去致敬他們家鄉 本身看到12點 位置的時分盤 綠色 還有它的機身裏面有些橋板 也是綠色的 本身是配一條綠色的 鱷魚皮的錶帶 不要看它 一個簡單的手上鏈 兩針的碗錶 它的定價是330萬 根據白鳥所說 因為這錶非常難做 所以每一年都是出兩三隻 要排隊可能都比較久 第十二款 努力士的Dayjust 是36毫米的型號 編號126 200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個Dial 這個Dial是一個 Palm Leaf的Dial 棕櫚樹葉的Dial 它本身有淺綠色 有深綠色 是互相交錯的 如果你近看 它還有少許立體感 在不同的光線 設計下 顯出不同的綠色 第十三款 Speed Marine Dual Time Mean 另一款錶的綠色 非常清新 因為它是一個薄荷綠 錶帶綠色 錶的綠色 錶的面 和它 時針 都是用了這種薄荷綠色 Speed Marine 很多款碗錶 都有兩個尺寸 給你選擇 細一點的 38毫米 限量10隻 港幣25 大一點的 42毫米 限量18隻 貴5000 25 5000 摩拉第十四款 Ted Hoyer 豪雅 Aquoraza Professional 300 Special Edition 這個款式 有很多不同顏色的 錶盤 和錶圈 Special Edition 就是綠色的錶盤 配一個綠色的錶圈 上面十二點鐘為止 還有一個 倒轉的 金黃色的三角形 所有的 時錶和時針 都是用了綠色的 夜光 第十五款 蒂陀的 Black Bay 58 18K Black Bay 這是蒂陀的一個非常受歡迎的運動系列 蒂陀一般來說 他們的碗錶都是用鋼材 或者是加了金鋼 兩種 這次是他們很少用全18K黃金 不過他的處理方法 都幾失律的 因為他是用了brush的finish 不會很閃閃亮 看起來比較溫暖 錶面是用了綠色 和單向旋轉的錶圈也是綠色 第十六隻 最後一隻 Sanit 是真歷時的Defry 21 Spectrum 年初的時候 Sanit就出了 Chromaster Sports 非常受歡迎 很多朋友都排行隊買這隻錶 Defry可以做到 100分之1秒的計時 中間的計時針 每秒鐘 就走一圈 這碗錶本身 因為是一個扭空的設計 所以在那個 錶的機身上面 就用了一些綠色的物料來做橋板 另外那個錶圈 也有44粒方形切割的綠色的寶石 這個碗錶限量10隻 定價是港幣23,300元 16隻 綠色的碗錶 我們看過了 我不敢說是已經全部的綠色碗錶 因為可能還有其他的 不過很明顯 綠色就是2021年 一個時尚 喜不喜歡 見仁見智 我自己就很喜歡 今星期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